做运动的时候呢 一举手就会看到海胆 就 我觉得很尴尬 运动嘛 就是会一直流汗的 大家都会吸到那个粗粗的味道 运动完过后就一直在这样子 到今天呢 我都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好 为什么我比较喜欢用这个 是因为 我在训练徒步的时候呢 它每次很容易移位 我就靠一样东西 直接吃了就会去运动了 其实我有试过 不穿 可是 这个形状就很明显 哈喽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 这个影片以中文为主 我之前有录了两个中文影片 然后有得到不错的反应 所以呢 这次我也想要 以中文去录制这个主题 之前录制的两个影片呢 都是关于健身的 一个是 为什么简直失败 然后另外一个是 如何试办公被练好身材 所以 如果你们还没观看的话 请记得去看 因为我真的是 这几年的健身经验去分享这个心得 就是这一个 Q-Light 兰宝石脱毛衣 因为运动装呢 通常都是五袖或者短裤 做运动的时候呢 一举手就会看到海胆 就 我觉得很尴尬 所以呢 对我来说 嗯 第一个 我想要推荐的好物 就是要 脱毛 市面上呢 有很多方法 有便宜的 就像 锅刀或 除毛膏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一直平静的去使用呢 那个毛长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会越长越粗越硬 然后市面上又有一些比较 怎么说 low quality的脱毛膏 然后使用过后呢 每次出汗的时候 就会发出一些异味 到时呢 就会回来不及了 因为运动嘛 就是会一直流汗的 大家都会吸到那个粗粗的味道 但是呢 也有成本比较高的 就好像美容院 去一次就要几百块 去这些美容院呢 都是要sign package的 而且一个疗程呢 都一定要是几次 而且还只是一个部位哦 我也不知道什么算了 就很贵 所以呢 我最近就发现一个好康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东西 就是这个U-Light蓝宝石 脱毛衣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U-Light脱毛衣 instead of其他的脱毛衣 是因为它不只是效果好 而且呢 它真的不痛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我觉得大家 都是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吧 就是它会痛 之前我每次去美容院脱毛的时候 我都是很怕痛 很怕 尤其是下体的部位 Oh my god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 就是用那个塑胶 去涉你的那个下体 Oh my god 而且 而且它的颜值非常高 你看 它很美耶 就 它是那种墨绿色的 很有设计感 它其实拿来送礼是真的很不错哦 它整个礼盒就是 墨绿色 很有设计感 颜值真的很高 其实哦 我没有想到 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 就是脱毛衣可以出到那么小 它跟我的电话 一样大小耶 然后就很方便 因为 可以拿去旅行 然后它的这个平头设计 可以看到吗 它是平的 因为有一些脱毛衣呢 它的这个不是平的 所以哦 如果你要用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不能好像 让它完全补贴在你的手上 所以它就 除到没有很干净 因为这个平头设计 会把你除到很干净 还有就是这个 脱毛衣呢 你只要使用四周 就可以看到你的毛发 很明显的 很明显会变少 会变细 为什么它那么好呢 我当然是要跟你说一下它的功能啦 所以呢 它有19.8J的总能量 它拥有550-1200mm的波长 所以它深层 浅层呢 都能脱干净 因为呢 通常那些市面上的脱毛衣呢 它的波长是很高的话呢 就代表它的疼痛度 就会比较高 可是呢 这个U-Lite真的是 虽然它高 可是它真的不痛 因为我自己有试过了 然后U-Lite 它这个蓝宝石呢 的透光性很强 它的能量呢 可以直达那个毛囊 说以为它触光的时候呢 它会很补贴那个肌肤 然后脱毛效果呢 就提升30-40% 然后我发现 我蛮喜欢它的这一点是 它跟那些美容验 使用的那个蓝宝石 冰点头一样 就是它这边 会有很冷冷的感觉 所以啊 通常人家讲 会痛是因为怕它热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它可以在脱毛的时候 迅速的降温 一点疼痛度都没有 如果你问我 我自己的感想 我是跟你说 我的皮肤有变白变嫩 因为脱毛衣呢 它会帮助到皮肤变白变嫩 而且哦 我在穿我的运动妆的时候 更有自信 没有尴尬 其在健身的时候 会比较自在 我不是长很多毛的人 可是我的毛发都会很长 剥掉我的毛 这个是要在12小时前 就是在你使用那个脱毛以前 就去刮你的毛先 所以我现在在刮掉我的毛 就好像你平常刮你的毛这样啦 会难吗 我的毛全部都在这边啦 之前你开始刮毛衣呢 你要戴上这个鞋 就要开始咯 然后呢 它的操作其实真的非常简单 它就是只有两个button 这一个跟这一个 嗯 这个就是为了它开始了 这个就是Level 1 然后你按一下那个powerbutton Level 3 3 4 5 好 如果你们用的话 第一次这个Level 1 是吗 然后你贴到你的skin了 你看到这边有那个跟了 你就按一下 按一下 完全没有空 而且咯 冷冷的 比较难 rich到的地方 还是很容易rich到 现在这个U-Line呢 它有special discount 在里面使用我的discount code 会有折扣48币 或者是10新币 或者是300台币的折扣 然后如果你们下单 有备注我的名字呢 它们就会刷出这个 冲牙器 又有一个脱毛仪 然后又有受礼 然后又有discount 所以呢 记得去买哦 用我的discount code 而且呢 圣诞节要到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适合受礼 因为它颜值很高 而且它男女老少都适合 是一个很实用 很实用的一个礼物 好的 我现在就在这一个角落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收藏 那些健身所需要用到的东西 第二样健身好物呢 就是一样 我之前蛮常用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有效 然后它也很方便 就是这一个 肌肉按摩器 这个呢 我是在淘宝买的 如果你们要购买呢 你们也可以在 Shoppy Lazada 或者是淘宝 然后 为什么我说这个按摩器好呢 因为它能打碎你的肌肉 其实呢 运动过后 就一定要做stretching 舒缓你的肌肉 那如果你没做呢 你的肌肉就一直在紧绷的状态呢 就不好 长而久之呢 你的肌肉就会变比较硬 比较壮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 stretching很重要 它的操作也是很简单 就是这边有on off 我就on它 然后就有三个档位 然后呢 就是按 它就会一直在那边震 就这样子 运动完过后 就一直在这样子 就做大概 两分钟一个部位 也可以 不需要太久 然后 这个 按摩器价钱也不贵 大概就在 一百多马币 所以这个是我第二个推荐的东西 第三样我要介绍的东西呢 也是在这一边 刚开始的 第几个健身视频 我有介绍过 就是在那个 How I Lost Weight 就是我如何受身成功的那个video 到今天呢 我都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好 就是这一个 Mustle Roller Massager 这个呢 是要你手动去推的 而且呢 这个会造成 就有 会有一些过渡器啦 就会有一些 瘀青 因为这个一不小心 真的很用力的话 那个瘀青真的很多 人家就以为 有家暴 所以呢 它其实这个硬度是最高的 因为你看它的 它的这个spike 就很 很夸张 对不对 这个你也可以去淘宝 搜寻一下 就它叫 书筋按摩棒 我就示范给你看 我就示范给你看 就在大腿那边呢 就这样拿着 你就一直这样 然后小腿也是可以哦 就这样子 然后其实它 它可以用在很多部位的 它就可以用在 你的这边也是可以 然后可以就是 用在手臂也是可以 接下来我要推荐 第四样的健身好物 这些我推荐的东西呢 是真的 我有在用这个东西 而且我也觉得 我真心去推荐的 这个 resistant band 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 resistant band 大家都用嘛 对不对 为什么我要去强力推荐呢 我有很多那个 boody workout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 试一下 我告诉你 真的 没开玩笑 这个东西呢 可以让我的 这个臀部 酸痛无尖 真的 就它跟这些 完全不一样 它有三个强度 pacer是最强的 为什么我比较喜欢用这个 是因为 我在训练臀部的时候呢 它每次很容易移位 然后它很容易 没准确的训练 你那些要训练的部位 但如果我用这个呢 因为它是 布的嘛 如果我在运动的时候呢 它其实很少 那个伸缩性 你看 它这个里面 这个东西就是rubber来的 就是 让你会紧贴你的 这个运动裤 就不会一直乱乱移位 我是在 shopee买的 这个品牌 来到我的厨房 那 相信大家 应该知道 我接下来要推荐的 健身好物 应该是关系到 吃的吧 对 我在运动前呢 我会吃 一个保养品呢 是我在 mine protein 所买到的 我本身是比较 懒惰的一个人 所以呢 如果你要我去 运动前呢 要泡那些 就是 protein shake啊 这样子的东西 呃 我其实可以告诉你 我真的有点懒 我就靠一样东西 就直接吃了 就回去运动了 这个东西 pre workout gummies 它是 给我能量的 就是 我在运动的时候 会比较 有力 它其实一天呢 限制 10个gumiber 不过我是 吃一个而已啦 可是你看我吃蛮多了 它本来有60里了 我蛮喜欢的啦 因为 很方便 然后又给我力量 然后这个就是 蛮强力推荐它的 这个pre workout gummies bear 接下来呢 要推荐的 第六样 健身好物 我相信大家都很困扰的一样东西 连我自己呢 也是蛮困扰的 当你在穿 紧身运动裤嘛 yoga pants 然后是不是会常常有 在你的屁股那边有一条线 就是内裤的痕迹 我看到就是 有几个健身博主也有分享说 他们是 不穿内裤的 其实我有试过不穿 可是 就是我们女生下体的那个形状 就很明显 所以呢 我找了那么久 我就终于找到一样 很好很好的内裤 就是呢 这个 这个mom的内裤 这个内裤真的很好 因为它不会看到那个内裤的那个形状 因为它是T bag的 然后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内裤啊 它就是 也是说它是seamless的嘛 可是呢 我有发现到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一边 它有这条线 所以呢 穿的运动裤有一些 因为它的质量比较紧贴很 所以呢 这条线就很明显咯 然后这个mom的内裤呢 它就是没有这个问题 它就是没有那条线 而且它这边又是T bag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我真的超推它的内裤 然后它加衣服都蛮不错的 所以你们可以去check out一下 因为我是在那个comfy那边买的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 第七样东西呢 就是这个 Apple Watch 就是运动表 因为其实它不只是有功能 而且它还是一个蛮时尚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蛮推荐这个运动表呢 就是我穿的是Apple Watch 这个第五代呢 我穿到今天还是 condition还是很好 为什么我会推荐它呢 因为真的没有它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消耗的 卡路里有多少 还有呢 它就是可以知道 可以记下你的心跳 这个也是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运动是 你的心跳速度不可以太高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功能呢 就是你可以加你的朋友进去 然后你就知道 你的朋友今天有没有运动啊 然后你可以跟他就是看一下 哦 OK 甜甜有运动 所以呢 你可以就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运动啦 好像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赛 鼓励大家去运动 你看到他运动 你就说哦不行哦 我也是要运动一下 这样子 一般样健身好物呢 就是很长时候我是要直接运动完了 就穿着运动服去见人 怎么穿出时尚感呢 就是这一样东西 就是 Oversize Blazer 老实告诉你 我真的有很多外套 就拿两件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买常穿的那个颜色 就是这一件 这一件白色呢 是RUN8008的 这个我也是很常穿的 因为我蛮喜欢 因为是白色都很白搭 而且我很喜欢白色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刚购买的 就是在一个二手店 它这件呢 好像不到20码币 真的很便宜 我放这个link在这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那种好像卖二手 从日本来的二手东西 它就是这样子 好像如果穿运动装呢 就穿一个Oversize的外套 我们就可以出门了 这个它质量很好 这个我已经穿了很多年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有多少件西装Oversize的外套 看到吗 我穿了也是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还没有有一件 就是百搭款的西装外套呢 我建议你们去入手一件 就是你们可以入手白色啊 黑色先 因为都是百搭款嘛 哈喽我又跳来我的客厅了 所以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东西呢 就是给懒人使用的东西 它不只是方便 它也真的颜值很高 就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很可爱 这个就是那个Fruits Blender 这个是 from这个 HIGH Blender 跟Disney合作的 它整个包装都超可爱 Mini Mouse的 哇 真的很美 而且它很有质感 然后它有附送这些 就是 这个很可爱的key chain 这个 它也是一套的 就是它里面有那种 铁的那个吸管 如果我就喜欢搅那种berries 来喝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就会搅那个抹茶冰沙来喝 你们也可以去它的官方page 去看一下 它有其他的款式 有其他的design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来到最后一样的建设好物分享呢 就是 如果你们有运动的话呢 就一定会用到这样东西 就是 这个 yoga mat 这个 yoga mat呢 是my protein 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很担心 有一些yoga mat 它是那种 就是放在地上呢 如果你跳跳跳 它就会一直移来一起 移来一起对吗 它这个yoga mat 好的是它后面的grip很好 当你放在地上 你在做 kid workout的时候呢 它不会 它不会容易去移动 然后还有一样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 真的很轻 所以我每次出去外面运动的时候呢 我会带出它 因为它是最轻的一个yoga mat 而且它的grip很好 然后你会很常在那些video都看到我一直在用它 对 就是它 所以呢 这个是我最有样推荐的东西 我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十大健身好物分享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要推荐的呢 你也可以在comment下面 留言告诉我 你有什么好物可以推荐 我也想知道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 记得要like我的video 然后记得分享出去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中文影片呢 我会入多一点中文的影片 bye